很健康的小孩 很乖的小孩 又更乖 對 更乖的小孩 很乖的小孩 沒有 沒進展 害人太快了 那有可能像大S這樣 就突然想到就又 沒有就回事 柴志平愛女 認愛林瑞陽兒子 力挺蔡依林恩師 瞬間失焦 因為對關鍵率裡面 很多運動都不能做 所以很奇怪的一個 漂亮中心 55歲舞蹈教父張勝峰 曾是蔡依林的御用編舞老師 不過去年 她傳出罹患阿茲海默症 還被清歌關進養護中心半年 19號張勝峰 在舞蹈表演會上露臉 氣色看起來已經恢復很多囉 這次到底花了多少錢 多少錢 七位數應該有 百萬有嗎 老師應該不會是那個 存款掏空來 沒錯 很重要的一點是 我想把它獻給我 天上的爸爸 我家人只有 她在乎我 我很希望今天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的表現 因為我家人 所以我家人 跟我們斷絕關係 謝謝結束 我對她 完全不能說期待 我對她就是崇拜 她因為熱愛跳舞 然後可以堅持到現在 在整個過程當中 不知道有多少人 包括自己的家人 都要她放棄 甚至都不看好 我們這些做朋友的 也沒有多挺她 她的那種熱情 這是我讓我最佩服最感動 有幫她包一座位嗎 我沒有 因為她說叫我不要包 因為她說座位都不夠 很多朋友都跟她吵架 要位子 要不到 那有機會看到 藍教主在重出江湖嗎 應該沒有了 張老師以前 我們在做綜藝節目的年代 一定是 就是沒有人不認識 張青鵬老師 我覺得依她的這個資歷 跟她的年紀 還可以在舞台上面跳 那真的是 也很不容易啊 也需要很大的勇氣 跟音樂力 哦 愛真的需要勇氣 高俊雅去年二月 突然宣布 結束不到一年的婚姻 後來呢 因為拍攝《戀愛是科學》 和林瑞陽的兒子林宇 擦除了愛活 我才剛開始 就是剛好做的 應該不會那麼進展 可以 但這個也是 好 謝謝 今天就這樣子 很乖的小孩 又跟 對 對 對 沒有 沒進展 看來太快了吧 那有可能像大S這樣 就突然想到 就又 沒有這回事 我會比較想 我會勇敢 這一次會比較謹慎嗎 你真的知道交換戒指的意義吧 我會不會太猜口 踢獎 bilateral 先別再說 沒了 有些人 可以 我會忘記